今天玩這一款叫做 Boombo 然後我在Steam上看起來 它應該是一款 調一下音量好大 它應該是一款 我調一下調一下裡面 它應該是一款抓金球遊戲 為原型的 的東西 我看一下 書寫看不太懂 Learn to fly 什麼畫面灰掉了 哨吧 什麼這台子啊 Place the 然後 Broom Trigger to Swirl 什麼意思 這樣子移動 我得把它抓在這裡嗎 抓在跨下嗎 那感覺很奇怪 那我要怎麼發射 是這樣子移動的 所以 我似乎要這樣串起來 會比較有 比較有 濃露感 九手是 球 那球咧 球在哪 球放我去 可以這樣丟嗎 奇怪 畫面花掉 看到 哨把 然後 就有一種想法 你知道嗎 就是 大家知道 淘白白嗎 七龍柱裡面 早期的一個經典BOSS 淘白白它 有一個很經典的動作 就是 把柱子拆下來 然後 丟出去 接著人飛上去 飛上去踩上去 用這種方式來移動 然後這種方式 後來 被惡搞成說 魔法少女 或者是巫女 他們騎 哨把的時候 其實 如果人兩腳踩在上面 那感覺會更棒 更像樣了 OK 那麼 我要怎麼回到選單 我現在學會飛了 那我現在要幹嘛 我要丟6顆球 所以真的有點猥褻 怎麼 反正丟了丟過去才算 算嗎 這不是丟了嗎 我丟錯別的嗎 有過耶 好 要丟那個沒有閃光圍 好 沒錯 這個好像要坐在旋轉椅上面玩 會比較有感覺 因為你腳自己張準圈好像不太對勁 OK 丟6顆球 好 那我現在要幹嘛 我來Nex一下 這樣丟不行啊 我得飛過去嗎 Defeat 不是我要講耶 為什麼這種 奇幻風的遊戲都喜歡用骷顱頭 Defeat enemy 我要怎麼打倒他們 像這個嗎 而且骷顱好大喔 我要怎麼攻擊他 我要怎麼攻擊他 用這個啊 我懂了 用觸光板去丟火球 有點暈耶 你看他的材質一直煸 一直煸滑 我怎麼打他啊 他會閃 什麼球會往上飄 找不到人 在哪 跑 沒中 沒中 這是有什麼 敲門嗎 OK 零距離射擊 OK好 解決 五個 五個 所以攻擊是用這個 好 接下來是 拍新的 拍死的倫斯 所以是指這個 對 與其說像是在握哨把 我倒覺得比較像是在握 怎麼說呢 飛機的搖桿吧 好 沒啦 那我怎麼離開 為什麼沒有離開的 界面啊 好吧 那就再丟六顆球吧 其實濃度感不太夠 雖然 雖然很新鮮啊 推出啊 怎麼推出 來 進入遊戲玩玩看 0 2 0 3 2 3 1 6 4 4 5 2 5 這個A.N.E. OK 這樣嗎 為什麼叫我飛死這個圈 一點也沒有握哨拔的感覺 轉一個圈了 因為他有丟球 怎麼回事啊 所以遊戲內容就只有這樣嗎 話說我能不能這樣 球真的非常高 不能用打的嗎 不能互動 頗失望 還以為可以用掃把 用掃把去打球 他這個物理性做得不錯 他這個力道有還原 就這樣 OK 這遊戲內容就這樣 所以 所以 今天的體驗就到這裡了